我肯定不会让你死的 你耳朵聋了吗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刚刚在做检查 手机静音了 你听见 演个医院 是医院 我刚检查完 马上给我来五楼机址 你自己出车货了 现在及时出血 仔细出车货了 让你来就来哪能不能废话 现在立刻马上 你来就来哪能不能废话 现在立刻马上 除你事 恭喜你怀孕了 但是啊 你的子宫币太薄 孩子容易流产 而且你体虚 今后啊 要格外注意养护 宝宝 你说爸爸 会欢迎你的到来 他会给你取个 什么样的名字 直接抽 不用你了 他们俩都是二二一神阴晴晴 要多少收多少 可是我 你什么你 闭嘴 抽起 摩西 你有完没完 赶紧出去 回家我再跟你算车 紫夕在你心里 真的比我还重要 后悔了 早知如此何必等住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 你不要再演戏了好吗 你觉得我会相信一个 蛇蟹心肠毒腹的鬼话吗 原来你一直都是这么想我的 是 你 是 紫夕真的那么好 好不好轮不到你来品 你也没资格 我先别碰我 走 走 又来这一套 你眼睛这么低烈还来骗人 你不觉得自己恶心吗 我没有 自从三年前你设计让紫夕出生了 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户子 让你继续留在墨家 只是为了让你继续赎醉 给我记住你 自己只是一个赎醉的机器 不是的 我真的没有 你约他出去爬山 他就出车祸了 又刚好 只有你和赵氏司机有通话网 是 赵氏司机现在迟迟都没有抓到 但是你跟我说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 我什么也没做 你还在狡辩 要不是 紫夕的身体怎么会垮掉 怎么会生不了孩子 你怎么忍心呢 对这么善良单纯的女孩 是 紫夕 你感觉怎么样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 别怕 我一直在来着你 莫星哥 林元姐今天为了救我 受了那么多谢 你带她回家休息吧 我这里没事的 莫星 今晚回家吃饭吧 我有话跟你说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没看见自己很碍事 还不赶紧走 还不赶紧走 喂 宁言 我不是叫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吗 听说你上医院了 是不是卫兵又犯了 能听到吗 喂 宁言 说话 宁言 大白天勾引有福之福 谁给你的勾当 就你这种畜生 也别跟老子谈客气 滚 楚宁 你个贱人 老子才一天没回来 就敢给我戴绿帽子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去医院是不是为了找那个男人 你误会了 就这个力度还顺着老子 老子还想立派我 你误会了 什么 今天想跟我玩御情故纵时 也不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本 要不是你血腥跟他相同 你以为我会看得起你吗 子歇 好 你别动 我这就过来 别急 我这儿有个三百万的条子给我劈一下 爸 你是不是除了要钱 不会想起还要个女儿 你给老子钱 那是理所当然 要不是你掌管这楚家 你以为我会搭理你吗 爸 真想 那个老东西 怎么会把集团交到你手里 别给我装眼了 赶快通过 要不然 明天我就到公司去大闹 到时候看给谁丢脸 你总得告诉我 你要钱干嘛吧 三百万而已 你问那么多做什么 是不是 楚风泽又去赌博了 废什么话 不想给钱就直说 你不给 我就去找我的好女婿要去 别 别 你别去找墨西 我一会儿打给你 不过告诉你的好儿子 别再给楚氏集团添乱了 赶紧吧 楚总 邓医生找您 要见吗 让他进来吧 好的 见你面真不容易 昨天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来了 体检报告出来以后 李主任怎么说 不能总是为他 你眼睛怎么了 是不是被那渣男欺负了 没有 我只是没休息好 有点不舒服 走 那你去医院 不 不是 不用 不是 我好像流产了 你怀孕了 之前是 现在好像没了 没事 先把身体要好才是最重要的 好一出狼情惬意情深意重啊 大白天的就赶在办公室里工人 你真当我死了吗 墨夕 不是你想的那样 肩负淫妇都抱在一块儿了 你当我眼瞎呀 好 不 不 不行 你可以侮辱我 但别侮辱宁燕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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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配当丈夫吗 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我们家的时候不需要你管 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现在还敢 自己建立 打一次 是 行诺坦 今天给宁燕面子不跟你计较 要是你下次再敢对宁燕不好 别管不客气 你 我问 抱着 你 周总 这是离婚协议书 您看一下 辛苦你专门跑一趟 没事 有约啊 你怎么回来了 我什么时候回自己家了 还需要向你包呗 就是这个货子勾搭你想离婚是吗 还不如邓宇冰那个死 莫先生 你在威胁一名从业多年的律师 律师 这是离婚协议书 你看一下 我劝您最好冷静你 需要我给您普及一下法律知识吗 闭上你的嘴 我们夫妻生活现场直播 你也要看吗 打扰他 对他还挺忠诚 为了他 静神初 非要跟我离婚时 说话呀 你是想杀了我吗 为什么也非要跟我离婚 离婚了 你不就能跟李子夕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吗 丑妮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像你这种人 我一个男人怎么能满足得了你 当初可是你固着死活要跟我结婚 现在想离婚 做梦 墨夕 墨夕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开了 墨夕 吃到我 墨夕 你放我出去 墨哥哥 你身体还没好 就先别干这些了 想吃什么我给你定 不累的 你已经好久没吃我做的菜了 快去洗手 好 对了 你今天和楚宁言谈得怎么样 什么 就是 我们离婚的事 离婚 怎么可能离婚 他凭什么好我离婚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担心你总因为我和楚宁言吵架 弄毛子 哎呀 你别想太多了 啊 啊对了 我公司还有点事 我明天再来看你 啊 喂 喂 莫总 楚宁言那边 办得怎么样了 一切正常 好 知道了 出来 楚宁言 别装 两三天饿不死 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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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我带你去医院啊 莫歇 我求求你 放了我吧 我们离婚吧 还有精力替离婚 看来你也没什么事啊 跟我装啊 好 既然这样 我带你去看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走 好了 堂堂楚室总裁 别饿死在我车上 你要带我去哪儿 我要去民政局离婚 前面刚好有一出好戏 但你看看 让开 到了 走 走 让开 看到了吗 药监局的车和警车都有 爸 怎么回事 莫歇 是不是你搞的鬼 我爸怎么了 和我看没关系 我只是收到了消息 带你来看看 快走快走 主宁君 走 爸 爸 爸 放开我爸 放开我爸 楚宁言 楚宁言 你这个贱祸 都是因为你 磕死了吗 现在还要磕死吧 爸现在要被判死刑了 你满意了吧 你这个贱祸 你怎么不把我给磕死 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下面团聚 这个贱人 贱人 楚宁言 你还愣着干什么 我还戴着手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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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想办法救我 你们放了我吧 听你说 我心上哪里 霓夕 你想报复我 已经开始动我的家人了是吗 我可没有啊 厂子和公司的事 都是你爸 为了给你哥还赌债考的 爸既然跟你没有关系 你想要做什么 我帮你救你爸呀 能救你爸的资料我都已经买过来了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跟我离婚 你爸二十年以上 老老实实在墨家待着你爸三年以下 甚至还有可能和解 不行 你真卑鄙 你真卑鄙 求我 求我我就帮帮你 我爸这件事 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你的手笔 我说了 和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买了点资料 其他都是他自己自作自受的 那可是人命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又不是菩萨 我又不是警察 想什么呢 再说了 宠宁呀 这不都是你给他的机会吗 你哥说的真是一点都没错啊 你就是一个丧门星 不过 现在你爸的命 有可能在我手上 你威胁我 三年 二十年 你自己选 算你狠 我以后 烂死在墨家 一个小时之后 给我滚回墨家 要不然我有的是办法 快快快 楚小姐 请问这次贩卖假药 楚氏参与了多少 楚小姐 这次楚氏面临重大危机 你和墨氏的婚姻是否还会存续 走吧 楚小姐 你说一下吧 说一下 你这个天杀的贱人 楚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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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们给你 我让你们给你 停车 楚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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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带你去医院 医生 你怎么还有联赖 楚年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有什么资格问题 他现在躺在那里是拜谁所赐 就因为我是他的法定的丈夫 我们自己 可是我自己这件事 轮不到你来管 你个混蛋 你个混蛋就是这样照顾他的 照顾他让他半只脚踏进鬼门关 几次要下并为同志书 你知不知道 他怎么样 你这个人渣真的不美 光潜 莫大少爷现在才着急 不觉得有点晚吗 行了 小平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之间的破事 我不要的破鞋你尚赶着去 邓医生 好平 要不是我当时在国外 你怎么可能 你还是先关心关心楼上那位李小姐吧 就说他今晚又住了 就在楼上三楼 什么 不用谢 紫棋那边怎么回事 好 我知道了 好 初先去那边 你先跟我跟进一下 媒体那边的事你不会压下去吗 这还要我手把手教你 还有 网络那边转发 都给我清除干净了 我爸的事情怎么样了 证据已经提交了 后天再生 沐昕 你还记得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吗 四年了 在我的时间里 是十二年 但是说真的 我真的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我们离婚吧 好好养病吧 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想想你父亲 我有能力保他 保你储家 我就有能力再拿走他 不离婚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爸入狱 我们集团名誉扫地 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况且我还影响你和李子夕的发展 你这么聪明 应该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吧 你非要离婚 那我答应你 但是 以你的实力 你爸解决了 你能保他周全 墨夕 你真的是个王八蛋 我明天再来看你 我亲爱的 莫夫人 输完这瓶刻也不输了吗 我要去法院 不行 等医生专门交代的 等你从法院回来再输 要我好好看着你 好好照顾你 那办理临时出院可以吗 这个可以 单子都在抽屉里 你帮我办一下吧 嗯 好 年爷 是爸爸 年爷 你在听吗 爸 爸爸是个混蛋 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这些年 一直怕你母亲的死 快醉在你的头上 你医院 就是这么多年 爸爸这次犯的错 不可饶数 连人命都搭上来 我猜到 等我去了那边 你妈一定 我气得 跳起脚来 走我 爸 爸你怎么了 爸爸其实 一直 欠你一句 道歉 我对不起你了 你能原谅爸爸吗 你一定要 小心 默契 快来人呐 爸 爸你怎么了 出现人服毒了 你说话呀 出现君你说话呀 爸 你冷静点 我还没原谅你呢 爸 爸 你说话呀 我求你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行吗 我求求你说话好吗 爸 爱吧 主妮 滚开 我心 我爸要是死了 我恨你一辈子 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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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爸 我要去找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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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真的 你这个贱人才敢回来 你这个贱人 你这个贱人 都是因为你 你跟他说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服毒 为什么 就是你害死了我爸妈 就是因为你 我先你放开 我要去找我爸 我求求你了 宁愿 他已经去世了 我们好好送他最后一程吧 我爸怎么会死呢 爸爸 我求求你起来好不好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起来 你看我一眼 你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 你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 都是因为你 就是你害死了我爸 楚宁愿 你记住了 我还跟你没完 让开 你 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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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冷了 我带你回家好吗 哈哈 楚宁愿 你醒醒 楚心疾已经没了 你能不能面对现实 如果你再这样 我不建议帮你做决定 来人 你把尸体给我处理掉 不要不要 不要 现在能清醒你了吗 啊 如果还是不行 我不介意让他处理好事 不说话 直接送去火化 不行 不要不要 你们谁都不许逗他 楚宁 我这是在帮你 但我不需要 我们自己家的事 我们自己处理 我们还没有离婚呢 不信 我真的后悔遇见你 我后悔嫁给你 如果不是你 我爸就不会死 我恨你 吃点东西吧 要不然你身体受不了了 我爸这件事 你到底参与了多少 我爸走之前让我小心你 看来你真的是个人蝉 你爸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真心对过你 如果我不离婚 你能把我爸还给我吗 楚宗君已经死了 那我们离婚吧 在我没有提之前 你别想在我身边逃脱 是我做的还不够好吗 一直以来 我像狗一样听你的话 你让我下跪我下跪 你让我抽血我也抽了 在你身下 我像个玩物一样任由你见他 像个婊子一样给你白嫖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别想那么多 以后好好当你的莫夫人 莫夕 我从来不欠你什么 如今我家破人亡 你还不肯放过我吗 我告诉你 你别想把你爸的死 归在我头上 再说 罢了 你不还有个哥吗 你竟然拿我哥来威胁我 你觉得有用吗 这怎么能算危险呢 我只是关心一下家人 再说了 有没有用 你是知道的 你 你怎么样了 从您也要睡了 有什么事你直接跟我说就行 毕竟我们夫妻一体 莫夕 我要带他走 你有什么资格 你们已经离婚了 离婚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们夫妻之间感情一向很好的 不信你自己问问他 不可能 他怎么还能跟你在一起 你害您害得还不够惨吗 大概是因为他贱吗 你就是个畜生 你 跟我走吧 我带你离开 不过就算玩死他 也不当你来救 当雨婢 你别再缠着我了 我不会和墨夕离婚的 我就是奸 就是爱他倒不行 你 他是不是威胁你啊 你告诉我 我帮你 没有任何人威胁我 我和墨夕我们才是夫妻 才是一家人 我们之间的矛盾可以自己解决 不需要外人来插手 爸 宁言 妈 妈 我想我爸了 别怕 有我们呢 我爸他喊我爷爷 可是他走了 不要我了 好孩子 别哭别哭 你还有孟妈妈和你孟爸爸 我们要你 我们都爱你 别怕 墨夕呢 他怎么不在家照顾你呢 他公司有事情 什么事情 比自己老婆这个时候还重要呢 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别怕 他真的是萌 你就别管这些事了 现在啊 就是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 你爸的事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活着的人 也只能选择去接受他 另外 我让家里的方婶给你炖了滋补的汤 一会儿送过来 你看你的脸都瘦了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欧洲那边的事忙完了吗 都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能不回来吗 钱什么时候赚都行啊 不哭 你怎么能让明延这么快出院呢 应该啊 在医院里多住两天好好检查一下 我真的已经躲好了 医院哪有家里束缚是不是 真不知道谁才是你亲生 明年一个女孩子能跟你一样吗 皮草肉厚的 好好休息 别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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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贱人你还有脸来啊 你给我滚 他 就是因为你客死了爸妈 你还想客死谁啊 想把我给客死吗 这里不欢迎你 这是楚家不欢迎你滚 给我闭上你的嘴 我的好妹夫啊 她可是个丧门星扫把星啊 你把她留在身边 真是嫌你家的人 活的时间长了是吗 墨夕 你住手 今天是我爸的葬礼 我想让他走得安静一些 我明明是在帮你 但是我不需要 爸 我已经原谅你了 你一路走好 我可以先不离婚 但是我要搬出去住 你能搬去哪儿啊 这就不需要你关心了 谁啊 你等一下 墨夕这是 搬救兵 明依啊 听墨夕说你要搬出去住 外面住啊 哪里有家里住的叔父啊 我们平时啊 都在老宅那边住 也不会打扰到你们的生活 爸 妈 我和墨夕 我们之间 两口子哪有不斗嘴的呀 他要是欺负你啊 让他搬去书房睡 如果你还不节气 就让他搬出去住 怎么能委屈你呢 妈妈会心疼的 好 我听爸妈的 好 走吧 墨夕哥 来了 不让我走 就是为了带你的相好 来给我欣赏的吗 我知道你对我有敌意 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用三言良语解释不清的 别假惺惺了 够了 这个家我说了所有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用你操心 那你就好好做你的海王 是 是 我一定会把墨夕哥哥抢到手 不是太局的剑鱼人 林燕姐醒啦 我刚把午饭做好 一起来吃吧 不过 我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 我是按墨夕哥的口味做的 没关系吧 那你重做吧 我喜欢吃清淡的 谢谢 紫西是客人 不是庸语 我刚从医院出来 她就做了这么一桌重油重盐的菜 不是说她来照顾我呢 紫西照顾你那是因为她善良 你这是什么态度 风神 哎 去 给太太做一些清淡的 虽说我和她没有什么亲人关系 但是就凭我给她输了这么多戏 她也算是我的血脉 照顾一下救命恩人 也是应该的 你 方沈 饭做好后送到我主屋 看见这一对苦命鸳鸯 我吃不下饭了 越来越不像我 吃饭 别理他 方沈 一会儿莫星哥回来 你给我个信号 这是你的新补费 拿着 您交代的事情我都记住了 您放心 楚宁爷 还得打扰一段时间 不好意思 让开 我想请你吃个饭 毕竟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别挡路 莫星又不在 放得累不累 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你就是莫家的一条狗 高兴了玩玩你 不高兴了 哪里撒撒气 莫总回来了 夫人 夫人怎么了 说 楚宁爷 你就是莫星家的一条狗 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吗 你有玩没玩 紫荐 莫星哥 我疼 我带你去医院 没事的 宁燕姐应该不是故意的 我没事的 抱歉 怕配你 莫星哥 要不我还是走吧 我感觉你燕姐不是很欢迎我 可能还是介意我的身份 我没事的 你什么身份啊 当年你妈靠着脏手段 逼死莫家二伯母 带你嫁到莫家 你以为改个姓就是莫家人了 你 是不知道怎么在说什么 怎么 戳到你小情人的痛处了 这个事 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 我再说一遍 你得仔细道歉 他配吗 不是说不在意 你放开我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我倒是想看你 你怎么对我不客气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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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喂 一二零吗 我这有人受伤了 啊 啊 没事 医生怎么说 没事吧 没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妈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来了妈 她怎么在这 家里出了点事情 需要解除 我怎么不知道你家里有事了 是她生父那边 不是某家 那她应该住酒店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结婚了 妈 家里又不是住不下 她一个女孩子 自己住酒店多危险啊 那去别人家住啊 还有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她就更应该远离你 不要什么事都来麻烦你 如果 你误会我了 我是这样的 我过两天就搬走 说你什么了 召集对号入座呢 你就和你妈一个得心 就喜欢有父之父 好了妈 别说她太过分 子兴和她妈不一样 她不一样 她骨子里头 透着一股骚浪剑 姑姑 您应该关心默信哥的伤 默信哥他是被褚妮眼捅伤的 什么 明月 我这么信任你 这么喜欢你 你想杀了我们家默信 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有一个好东西 都给我滚出去 妈 没事的 您先别生气 我们只是失了手而已 又不是很严重 子兴 你先回房休息吧 嗯 妈 我扶你走 走走 还没睡呢 默信哥 你回来了 这么晚 您眼睛应该睡了 您要不要 我去睡客房吧 晓晓 公司现在正在运行的项目 整理一下 放我办公桌上 千万要稳住股东 别让楚风泽插手公司的事 宠宁烟 我随后打给你 你知道你爸当年 为什么寻死吗 说 也没什么 只不过 发了一些 你受辱的新闻啊 视频啊 他帮我发给他 没想到啊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怎么那么差 你 对了 楚仙俊是不是还不到五十啊 真可惜 成了你和默信的牺牲品 也不知道你们楚家 还能撑多久 你敢打我 你信不信 畜生不该打吗 你以为你这样 就能改变得了默信哥 爱我的事实吗 在他眼里 你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 你总说默信 多么多么爱你 那他为什么不和我离婚了 你现在 只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小三而已 那你是什么 你是一个杀福的柜子手 你 你 子欣 没事吧 我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塞到 不要怪你燕姐 我看到是夫人先打了李小姐 随后把李小姐推了下去 她说了什么 说 李小姐永远是见不得光的小三 方婶 去喊自己带她去医院 好 我不去医院 我的李 好好好 我去 方婶 把李小喊过来 快 没事 起来坐 没事了啊 别怕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推她 不信 这一切都是她自导自演的 你以为她是你吗 啊 你为什么总是学不过呀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推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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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有推她 有监控 这边不是有监控吗 是 让她陷害你 那方婶呢 啊 她在墨家干了七八年了 她也陷害你吗 我没有 是她自己摔下去 家伙 够了 你别耍你那些小儿科的霸戏了 是 你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傻子是吗 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想报复啊 可我已经不爱你了 你会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的 过来 跪下 道歉 为畜生 好 那我帮你 给我好好认错 我可以原谅你 我唯一做错的一件事 就是喜欢上你 更不应该嫁给你 更不应该用这三年的时间 去赌这个恶果 恭喜你 永远浩尽 我对你所有的爱 主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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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我 我 你 经历了 我 你 我 我 你 是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玉冰 对不起 我上次 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 我不怨你 我只是 我只是心疼你 你 我带你走吧 我不能走 你还想回墨家 墨家有什么好的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还有几条面够他们折腾呢 非要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吗 你还要继续被那个渣男欺凌下去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你知道还这样 可是我不能放任我哥不管了 我爸就是因为我而死 我不想 我真的只剩他最后一个亲人了 你拿他当亲哥哥 他认你这个妹妹吗 最后的亲人 你有为你自己考虑过吗 鱼冰 带我走 灯也不开 又水了 鱼冰 这里安全吗 放心 这是我自己置办的私宅 跟墨家没有关系 谁都不知道 同一小区里还有一处明面上的住址作为掩护 墨性不会查到 你放心住 冰箱里给你准备了食材 还有什么需求 随时跟我讲 雨冰 谢谢你 和我还说什么谢谢 我只希望你能好好 我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回应你的感情 没关系 我可以等 我已经等了那么长时间 不差继续等 我相信 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 郭总 目前 还没有查到夫人的踪迹 正好那几天医院的监控设备正在雷冲 我说第一个数据 有点数 邓宇宾 邓宇宾呢 邓宇宾 那天跟他说的吗 全没有所谓的 不对 继续给我往深了查 这件事和邓宇宾脱不了干系 跟踪和调查的人不敢查的口识 他邓宾那边问他 死了 废物 花钱养他们干什么事了 连个人都找不到 让他们全给我滚 你去废话 沐昕哥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么晚了 你怎么回事 我有办法让你找到林严谨 什么办法 他不是在乎他哥哥吗 拿他哥哥威胁 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本就联系不到的 让储师破产 储师破产 他一定会出现 大罗 现在到公司 通知投资 战略 还有商务 好 孟总 我们莫总正在开会 你给我让开 您不能进去 妈 你知道你在干些什么吗 我知道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策略 就是为了扳倒楚家 你的理智呢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做事不过脑子 你还不知道赶紧收手 储宁燕呢 他跑了 我这么做 也只是想把他找回来 你这样做 只能咎由自取 只会把他推得越来越远 知道吗 臣现在还来得及赶紧收手 要不然我就让你从莫氏滚蛋 你还想进成莫氏 门都没有 宁燕 今天该去换药了 顺便查一下血压 安全吗 没事 去我办公室换 我亲自给你换药 以后我就是你的私人医生 那 好吧 你胃情况不太好 心脏也不好 平时真的要注意了 再这样下去 你的家族还怎么去支撑呢 看了我以后 要专门为你VIP服务了 那就谢谢你了 没办法 谁叫我喜欢你 这都上手了 在医院就敢鸳鸯鸯汐水了 不是 我告诉你 这可是医院 请不要乱来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紧 就这么紧 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我们还没离婚 我墨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 跟我回家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看见了吗 你现在必须和我离婚 不然你就会被我一直戴绿帽子 保安 董少爷 什么事啊 董少爷 这里有人闹事 请你把他赶出去 宠宁鸯 放宁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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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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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鸯 你 对不起 我刚才利用了你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我心甘情愿 小罗 莫总马上中准和邓氏的所有 代谢处的项目你全部给我取消 可我们还有一个项目马上就要收尾了 我知道 这类情绪还是负担的钱 另外把消息放出去 我的邓氏和合救出号 我们有什么意外 还有 一起下有邓氏关系 就算全面的关系 我要让他 我们知道 谁说 这不是我们鼎鼎有名的邓少爷吗 我这不是忙吗 最近邓家那边有什么情况 在对我们进行正式攻击呢 有些子公司啊损失惨状 但是 我们有很多的收获 拿下了很多好项目 有什么事我能做的 雨冰啊 你享受这家族的资源和庇佑 你想学医我们也全力支持 但是 你现在为了一个人 损害公司的利益 真的值得吗 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不行 非得是她 必须是她 不管怎样我都要得到她 现在两家的竞争有来有往 集团还撑着呢 在海市第二的位置 邓氏待得太久了 这也许是一个 可以让邓氏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但你要知道 我不光是你哥 我还是邓家的家主 我如果因为你的一意孤行 对集团造成了别的损失 邓家为了死保 会果断地舍弃你 不会再避佑你了 我知道你意味着什么 一切责任我担 我就是想夺回楚宁燕 现在墨县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我跟楚宁燕身上 她有功夫搭理你吗 别跟我提那个贱人 我现在想让你为我提供 末世的商业情报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只想得到莫信 成为莫太太 没有末世更别提什么莫太太 这个你不用担心 等到末世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自会把邓氏的要害 交到你手上 到那个时候 你觉得莫信还会看不上你吗 我怎么相信你会把邓氏 给我当作嫁衣 因为 我恨邓家 什么意思 你不是 事情依然发展到这儿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就是邓家的私生子 生母就是被邓家害死 他们以为我那个时候小 什么都不知道 可我全都记得 你就不怕我拆穿你 你觉得我在没有掌握到你的情报之前 会选择和你合作吗 三年前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楚仙君的死你参与了多少 这些年累累所所办过的当事 要我和你聊聊吗 我知道 我会整理好拿给你的 你 你怎么了 我哥他 不是大哥你们谁啊 是莫信 一定是莫信 一定是他干的 你 别怕 他不会真的胡来的 你不了解他 他一定会的 再怎么样他也是我哥 哥 我不想我的家人都因为我 出事 你也放心 我会让邓家帮我查你哥在哪儿的 哥 怎么了 你的情报呢 莫家开始疯狂反扑了 明天 明天我就给你结果 我 喂 资料什么时候给我 我明天真的拿不出来 明天早上八点就必须给我 要不让我们一起玩 你 鱼冰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就是我哥的电话 我问他能不能帮忙 鱼冰 我还是决定 回莫家 为什么 我明明可以护好你的 你难道还爱着那个畜生 不是的 鱼冰 你听我说 你干什么 你付出那么多 现在你要告诉我 你要回到那个混蛋身边 没有 鱼冰 你先放开我 鱼冰 你为什么眼里只有默契 为什么 不是 鱼冰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你先放开 你干什么 邓鱼冰 你冷静一点 鱼冰 滚 我让你滚 还知道回来呢 我以为你在外面乐不私属 你管得着吗 你什么态度 你想要什么态度 满怀爱意 那你还是去找你的李子夕吧 她肯定能满足你 但是我 是不是出去太久了 忘了谁才是你的主子了 你该像谁咬我吧 告诉我 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 给我摆清你自己的位置 墨夕 你放手 你为什么老是不听话的啊 好好当你的莫太太不好吗 谁要当你的莫太太 装什么呀 啊 褲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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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车能动吗 你坚持一下 我带你去医院 别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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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说了 最近你的腿都不能沾水 我不想在医院待着 我要回去 好 那我去给你买轮椅 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你了 我已经给李医生打过电话了 今天他就住在隔壁 你有什么事直接喊他就行 知道了 你可以出去了 这不是我的房间吗 我们都要离婚了 还是分房睡得好 互不打扰 那你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我留下来帮你 不正好吗 那 我想洗澡 你去 给我放个水 你这腿现在连路都走不了 怎么洗啊 我去拿毛巾 帮你擦一擦吧 我去拿 沐昕哥 早 早啊 你在楼下吃早餐吗 我吃过了 这是给崇宁焰准备的 那你今天有空吗 我有事跟你说 我今天不去公司 这样吧 一会儿我去找你 好 我等你 行 那你也吃点东西 给你准备好了 我先上去了 沐昕哥 你进来 怎么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沐昕哥 我看你现在跟你演技和好 真的很高兴 但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你说 年姐那天退卧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些话 说了什么 她跟我说 她跟你一起这几年里感觉到你非常的恶心 还说要报复你之类的话 我跟你讲这些 就是想让你小心一点 她 真的这么说的吗 你别哭啊 你别哭啊 摩昕哥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最开始相爱的是我们两个 子夕 是不是因为我不能生育了 你才不能跟蠢妍离婚 不是 子夕 你别乱想 坐坐坐 你别这么想 我再也不想被别人戳几两骨 叫我小三 叫我情妇了 子夕 没有孩子我们可以领养 直接现场的 免得受罪吗 我不要领养的 我只要跟你有血缘关系的 那 你是什么意思 我想让你跟蠢妍离婚 娶我 再等等 我还要等多久啊 等 等我和她生个孩子 毕竟 莫婶需要继承嘛 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我公司那边还有个会 我先走了 好 等她生个孩子 谁知道什么时候 绝对不能让蠢妍那个贱人 怀上莫姓哥的孩子 到时候能不能理 可就亮说了 我听芳婶说 你又不吃饭 别耍脾气了 快快吃饭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在屋里按个监控吧 莫姓 你这是变相求尽 快快吃饭 等你好了 我就让你出去啊 我腿已经好了 好 没事吧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新招啊 我 我可能是胃病犯了 妈 最近把王医生调过来几天吧 怎么了 楚年也有胃病 最近一直在吐 吃什么的蚊子 我想让王医生过来照顾他 一直在吐 大夫会是怀孕了吧 他怀孕了 不是正合你们心意吗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能要这种心狠手辣的种 听芳婶说了他那些事 这个家留下他迟早是个祸害 再说了 如果想要孩子凭你 什么女人找不到 上次差点没把你弄死 想起来我就生气 我劝你赶紧离婚吧 妈 家族伪重吗 如果真怀孕了 最先生下来再说吧 现在我们家脱离楚家 情况也不乐观 你也是知道的 以后 小心点就是了 李小剑 这宋永远方剑找到的药 除了药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那都没有 但是这药看起来挺奇怪的 不像是方剑品 你现在要去买菜的时候 把这个交给你侄子 让你侄子去医院找人查一下 这个药的作用和成分 好 一定要快啊 我知道了 全都查出来了 什么药 嗯 这药根本不是保健品 一个是胃药 一个是止痛药 另外三个是胺胎药 是不是搞错了 楚妮怎么会怀孕呢 她前两天还生理期呢 也许啊 这是如今的流产现象 见 怎么不会流掉呢 谢谢你 现在去药房 给我买堕胎的药 李庄城之前的胺胎药 全部给我换掉 可是 等我当了莫家太太 你觉得我会少了你的好处吗 钱不是问题 但患药这种事我搞不来呀 医院的事我会安排的 你让你值得去就可以 切记 一定要赶在医生来之前换你 死了 凌云 这是秦医生 让她给你做一下检查 你好 莫太太 我想问一下 莫太太平时都吃什么药 可以看一下吗 药有什么好看的 这呢 这就是她平时吃的药和保健品 放心 我只是想看一下 她现在吃的药 跟我药开的药不会挤出动 我去送一下秦医生 秦医生 我太太的身体怎么样 莫太太这个虽然在面向上看着比较虚弱 但是我看她服用的药品 她应该是知道自己已经怀孕的事情 她 怀孕了 是的 而且她应该不想要这个孩子 她的药盒里面都是 堕胎啊 和流产的药物 当然 还要进一步拿到医院去做检验和确认 她怀孕多久了 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想要这个孩子的话 那一定要多加注意 好 我知道了 还有一点 就是莫太太常年的胃病 最近的饮食上啊 一定要多加注意调理 秦医生 我有个不情之情 你能不能 把那个药换成保胎药 可以 那 请你几款 好的 辛苦了 好 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真以为莫星哥给你几个好脸色 就是真的爱你啊 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他把你赶出去 那正好啊 顺便让他和我离个婚 我好给你让位不是 楚宁爷 你是在跟我炫耀吗 李子夕 你与其在这儿跟我浪费时间 不如好好去劝劝莫星 让他给你转正 别怪我没提醒你 就算你有了他的孩子 那也是私生子 上不了台面 我和莫星哥认识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我们两个可是青梅竹马 是你拆散了我们 是不是我拆散了你们 我们都心知肚明 当年你出车祸的原因 你自己也清楚吧 根本就不是我设计的 三年前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不要 现在你能怨谁呢 闭嘴 你就是条狗 还望想给莫星哥生孩子 可笑 你个贱人 你还不知道吧 你就是莫家的 一个生育工具 你生完孩子 就会把你赶出去 到时候 我来帮你抚养这个孩子 我会把他抚养的 不缺胳膊 不少腿 快乐 健康地活着 对了 对了 他出生了还得管我教训吗 我杀了你 我好怕呀 我还可以帮你 我来帮你留掉这个孩子 疯女人 我 怎么了 莫星哥 我来陪你也姐聊天 他去拿茶水泼我 楚宁言 你疯了 你这对狗男女 我竟然还会以为你 也是 我早该看清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都给我滚出去 莫星哥 我们一起走 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煞为苦心 宝宝 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 不管怎样 你都是墨家的孩子 你是无辜的 我一定会让你健康地成长 儿子 我有话跟你说 咱们进屋说 最近跟宁言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 妈 这么大的人了也不小了 有些事要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妈 我知道了 您别跟着着急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请进 我真不知道莫总 什么时候这么有礼貌了 你喜欢小孩子吗 不喜欢 吵得很 今天胃有没有好一点 放心吧 死不了 对了 今天的药你吃了吗 原来你也参与了 什么 没什么 那个 今天外面天气很好 要不然我们出去晒晒太阳 不需要 我累了 我们能好好聊吗 除了离婚 我们没有什么可聊的 你还爱我吗 不爱 而且我现在真的非常讨厌你 你赶紧去找你的白月光吧 那你记得把药吃了 滚 你真的是越来越让我看不懂你 你真的是越来越让我看不懂你 你再帮我买一些药 记住 千万别让第三个人知道 小姐啊 我听医生说 她真的怀孕了 莫夫人现在给她做补汤呢 莫信现在对她渴好了 我知道 对了 对了 医生说呀 莫信现在不能碰那个贱女人 喂 婉婉 后天我过生日 你来给我轻生吧 还有 这样不好吧 你不是一只梦想开小跑吗 我来完成你的梦想 好 莫信哥 我能求你个事吗 你说 我后天过生日 我想跟闺蜜出去庆生 我已经好多年没过生日了 你愿意参加吗 你这事不说我都忘了 行 这样吧 我给你安排 谢谢你 莫信哥 跟我客气什么 来 吃饭 今晚十二点在九州大酒店门口 见一下宠嫣 什么事 你不是很想得到她吗 我现在给你机会 你晚上跟她说你要离开了 你俩在酒店门口见面就好 我怎么约 看你本事咯 为自己喜欢的人 你自有办法 灵燕 我要离开这里 以后可能没有机会见面了 灵燕 我要离开这里 以后可能没有机会见面了 我想 不是不见面了吗 我要走了 倒个别吧 白天见不好吗 毕竟你现在是有夫之夫 还是不想让人看见你 那好吧 好 谁 干一干 哎呀 lack 证哥 你怎么不理人家啊 把你再喝一杯 啊 咱呛咱坠 快點喝嘛 這才乖 真棒 墨姓哥 你沒事吧 墨姓哥 小心點 墨姓哥 他就交給你了 你放心吧 墨姓哥 墨姓哥 你到底還愛不愛我了 我怎麼會不愛你呢 我們好好的 我以後肯定會對你好 你別離開我好不好 小心點 墨姓哥 墨姓哥 這一次我必須要離開 我要跟哥說清楚 我真的再也不想受委屈了 我也不想再受欺辱了 墨姓真的是個人渣 我不知道這照片是怎麼回事 這些照片到底是誰拍的 現在已經傳遍了 墨姓呢 你簡直給墨家丟進了顏面 不是媽我 我什麼也不知道啊 這是 你 說的什麼混戰話 你幹了什麼你自己不知道 媽 我就是陪子希去過生日去了 後來發生了什麼我也不知道啊 子希 跟子希有關 子 子希 後來怎麼樣 她一直喊著楚寧嫣的名字 完全把我當成了楚寧嫣 而且我沒帶身份證 前台就是不讓我進 墨姓自己進去了 真是個廢物 那我也完成任務了 給我轉錢吧 事情都沒辦好 我給你個屁 你 方沈 夫人 幫我叫一下司機 我有事找她 好的 李小姐 剛剛啊楚寧嫣 忽然又找司機 墨總好 你在這幹什麼 夫人說後天要用車 用車 人們說去哪兒幹什麼 具體沒說 只是說要去墨園 早上五點就走 行啊我知道了 行就這樣吧 後天我安排其他人 不用你做 好的明白 去吧 你約我出來幹嘛 當然是對你我都有好處的事 我跟一個小三 沒什麼可聊的 那你為什麼要來服員 我們兩個有共同的仇人 俗話說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不是嗎 我可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明人不說暗話 我恨蠢 不洩露她死 你別忘了 她可是我妹妹 你別跟我在這兒裝 我可沒看過你把她當妹妹 楚風澤 你恨她 是 我是恨她 都是因為她 讓我家破人亡 都是因為這個喪門星 少把星 但是讓我殺她 我做不到 是因為她 是因為她 你的母親才會難產而死 你閉嘴 別再說了 都是因為她 沒記錯的話 明天是你母親的忌日吧 你說這些是什麼意思啊 我可告訴你 楚妮嫣明天要去墓園祭拜 她沒有資格去 你說你媽媽會不會安息啊 我有一個計劃 既不會出人命 也可以報復她 還可以阻止她去墓園 她看在你是她哥哥的份上 也不會追究你 說來聽聽 明天早上五點 楚妮嫣會準時從墨家出發 到時候我會在車上裝上定位器 我們兩個共享位置 時機一到一就 你一大早站在我門口 我出去 滾開 隨便吧 今天我必須陪你 收起你假星星的樣子好嗎 你真讓我噁心 陳師傅今天有事 我送你 那我手機叫車 我已經跟門尾打過招呼了 今天禁止所有外來車輛進入 你到底想幹嘛 我說了我送你 墨欣 我真的已經對你死心了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演戲 你真不是人 你 畢竟怎麼說 我也是你丈夫 我要綁護好你的安全 你還好嗎 別以為我會為你流淚 我只是想我爸 他不應該死 他生下來 就因為我而死 我聽我媽說 他很愛你 為什麼他一定要離開我 我想有媽媽的愛 我也想讓爸爸回來 我也不想讓哥哥恨我 好了 以後還是往前看吧 小心 小心 祝您 祝您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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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你醒了 我去叫醫生 媽 兒子 祝您呢 我先去喊醫生 他怎麼了 看好了 躺好 你躺好 這樣 我慢慢跟你講 這次的車禍 他那邊的安全氣囊沒有彈住 流產導致他大出血 再加上 他本身身體虧空的比較嚴重 現在還在搶救室 寧寧的血血已經喝水了 醫院現在的血庫已經沒有了 所以 許多急身 但是你放心兒子 你爸現在還在那邊看著 我們一定會竭盡全力地把寧嫣救回來的 媽 馬上把楚風子給關起來 好你放心 你放心 媽 我手機呢 都什麼時候了 你還要手機 兒子 小心 給 墨信 喂 墨信哥 子歇 我想請你幫楚寧厭書寫 墨信哥你怎麼了 你出售貨了 你在哪個醫院現在 我們現在在 市東海醫院 我們現在在市東海醫院 子歇 我這輩子沒求過你什麼 但是我求你這一次一定要幫幫我 幫幫楚寧厭 啊 只要你願意 我什麼都答應 好 你說的事我都會去做 好 怎麼說 答應了 好 我去跟你爸說一聲 一會兒讓醫生啊 過來幫你好好檢查一下 其實怎麼說 在ICU待過48小時 觀察兩天 如果寧願醒不過來 很有可能變成植物人 怎麼會呢 更麻煩的是 寧厭以前未出現 又哀怨清醒 所以我們要 隨時做好準備 我去看看你爸爸 他一天沒合眼 你 你不是最想和我離婚嗎 只要你醒過來我什麼都答應你 只要你醒過來我什麼都答應你 我以為你不會再接我電話了 我要是不接呢 那我會 一遍一遍的答 直到你接為止 你威脅我 我這麼愛你 怎麼可能威脅你呢 子歇啊 我想你了 我們老地方見 好啊 你叫我來幹嘛 老婆 這麼長時間不見 你不想我嗎 我們已經分手了 你給我放開 老婆我想死你了 你想要錢 誰會不喜歡錢呢 但是我更喜歡你 幫我殺一個人 好不好 我們的子歇想讓誰死啊 一個瘫在床上的植物人而已 管說別跟我賣關子 褚 不 您 煙 原來三年前 你精心設計的那場車禍 沒有把它完全拖下水 老婆 你今天下午怎麼用別人設計給我打電話 這麼著急約我出來 不單單只是 約我吧 我懷孕了 我當爸爸了 別想太多 我已經把它拿掉了 為什麼 為什麼不告訴我以上 我孩子的父親 不可能是個混亂 你給我兩年時間 我一定風風光光的 把你取進門 到時候我們再有孩子 我們分手吧 什麼意思 我不後悔 也不需要你負責 但是孩子是因為你留掉的 也是因為你 我才失去了生育呢 我要你幫我做件事 你說 明天我約楚寧嫣爬山看日出 到了山角 你開車撞向我 我為什麼要撞你 我要把不能生育的原因 甩給這個賤人 莫太太的位置 未來只能是我的 只要你殺了楚寧嫣 莫馨就會娶我 到時候你想要多少錢 我都能拿給你 寶貝爾 你借我的手殺人 你認為莫馨會放過我嗎 你不會天真的以為 莫馨真的會喜歡你 真的會娶你吧 你胡說 他一定會娶我的 為什麼就不能跟我呢 我也會對你好 你要是真的對我好 就幫我解決掉楚寧嫣 我想要他死 只有他死了 我才能跟莫馨哥結婚 你怎麼確定 他死了 莫馨就一定會娶你 五年前莫馨落水險些沒命 他以為是我救了他 前幾天我給楚寧嫣收起 他又許了我一個承諾 我想楚寧嫣死了之後 我要一個莫太太的位置 不算過分吧 你能告訴我 真正救莫馨的人是誰嗎 不知道 不過你放心 那個地方沒有監控 何況他被救上來的時候 整個人已經昏迷了 而且事情已經過去五年了 不會有人查出來的 你讓我好好想想 這張卡裡有三百萬 你拿去 這個錢莫馨是不會查到的 天佑 我知道這些年你在海城有點實力 幫我的人只有你 楚寧嫣現在就是個職務人 想他死很容易 事成之後 好處我不會少你的 當我成了莫太太之後 我也會幫你鋪一些路子 畢竟我們兩個是一路人 畢竟我們兩個是一路人 那不如讓我先收點力氣吧 已經四十八小時了 醫生說寧嫣可能再也醒不過來 然後呢 現在需要你做一個決定 後續是待在這裡 還是把寧嫣借回家治療 再觀察幾點就回家 寧嫣一向不喜歡醫院 好我馬上安排幾個私人醫生 穿得這麼騷氣也不知道去哪裡鬼混了 寧嫣這兩天回來 你別在這碍眼 楚寧嫣醒了 還沒有 墨鏡想把他接回來在家裡休養 我不管你搬去哪兒 兩天內給我離開 餵 怎麼了我老婆想我了 時間緊迫 寧嫣這兩天可能就要出院了 你得加錢呢 我再給你加三百萬 不要七百萬 天佑你別太過分了 我只有這麼多了 哎呀寶貝這是殺個人的 要不是做什麼買賣 好 但是你必須把人做掉之後我再給你 買賣沒有這麼做的 你先補給我三百萬 等事成之後你再補齊圍毀 別的怎麼樣 什麼時候動手 明天 醫生說 你的求生意識是在得知 孩子沒有了之後才開始變弱的 是你自己不願意醒過來了 是嗎 σε 什麼時候 asst 給你 你看 跟你們說 空氣 别走 求求你来 好怕 请进 莫先生 我该换药了 你是 我是新来的 怎么不是刘护士长 刘护士长被张医长 临时叫走了 所以就让我来换 对了 你大家的出院手续 好像有问题 麻烦你让人去看一下 好 我们这住院部信号不好 你到门口打电话吧 嗯 主年这边的出院手续 出了点问题你知道吗 对 药已经换好了 谢谢啊 就这么解决 啊 车在监控里面查不查 那找啊 我信 我信 要是照顾不好 你就放手 有的是人愿意珍惜 就算我们离婚 楚宁爷也轮不到你这种臭水沟里的老鼠惦气 你别以为你背后那点底细 没有人能够查得到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看在楚宁爷的面子上 只要你不来掺和我家的事 邓家那边 我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现在咱们之间的斗争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楚宁爷 把病历拿来我看看 这里容不到你来关心 就算我再怎么不好 我也不可能伤害他 凭我这么多年在依序圈里的人脉 总归还是要比你们强的 主宁 怎么 主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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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里面情况怎么样 我不判断应该是药物过敏引起的休克 药物过敏 能否看一下他今天使用的所有药物单子 可以 楼在这里 我现在可以 甚麽 我 organiz 一定有其他原因 我是市医院急诊科主任邓宇斌 里面的患者是我的朋友 我清楚地知道这里面的药物 没有一种可以引起过敏 怎么会呢 沐昕 有人要害你那眼 确定 确定 小龙 莫总 马上派人收好病房 任何人不准入内 好的 对了 医生 你今天派谁去换的药 我让小李帮我去的 你见过他 小龙 同志张运长 调派今天所有的监控 一定要把这个出入病房的护士 给我找出来 明白 另外 全部用自己人 知道了吗 知道了 令医生 请你现在立即去把 今天所有患者输过的药物 去做药物化验鉴定 好 我这就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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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给我找人查一下 今天下午有人来医院 想杀楚宁 一会儿我把我资料 给你发一份 已经抢救过来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刚刚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说下午动手的那个护士 代号叫K 去 有效就给我来 下午汇报 好 莫总 我和警方查到这个叫K的人 是隔壁港城一个杀手组织的 那天您应该见到的 是易如后的K 至于幕后指挥 目前无从得知 您那天说的电话号码 也是追踪不到的 那这么说 给我发短信的人 他一定是知道幕后黑手是谁 喂 恭喜李小姐 行动失败 钱已经转给杀手组织要不回来了 不过万幸那四百万为款 不用再付了 天佑 你这个王八蛋 坑到我头上来了 喂 现在可以相信我了 我并没有恶意 关于这件事 你知道多少 全部 你还要负败 你想要什么 一千万 可以 哎呀这么痛快 看来我要少了 把钱打到我发你的账户里 一千万 你要是真的对我好 就帮我解决到处名 我想要他 这张卡里有三百万 你拿去 这个钱 莫星子不就差 莫 李子弑 莫总 人给你带过来了 莫星哥 你看他吗 莫星哥 我疼 疼吗 委屈吗 莫星哥 你怎么了 我好害怕 这就害怕了 那你和楚风泽 合谋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楚名言也会疼 也会疼 不是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莫星哥 我那么爱你 我怎么会这么对你呢 你爱的不是我 你爱的是 莫太太这个位置 爱到 就连楚名言 变成了植物人 你依然不打算 放过他 莫星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真的听不懂吗 去 把人带过来 是 你猜猜 他的嘴硬不住 被打成这样 会不会交代说什么 反正啊 他已经逃不掉了 会不会 拿其他人下水 不是 不是我干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他 是他威胁我 是他在赃我 是吗 可是他说 这些都是你策划的 是你指使他的 胡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我 我就告诉他 楚名言要去墓地 击败而已 原来 这件事真的有你在参与 什么 意外吗 像他这种人渣 我根本就没有审他的必要 你以为你做得天衣无缝 车上的定位器 还有除了主架外 所有的安全器能都被破坏 李子夕 我不是傻 我只是以前太相信你了 如果 你觉得这些还定不了你的嘴 那你听听这个 不是 不是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了 是天佑 是天佑要害我 是 是一个小婚婚 喜欢我 我没有答应他 他就栽赃我 陷害我 好巧 能做这种事情的天佑 我倒是也认识一个 不过 他这两年 也算是在海市 做地下斩 数得上号的人 你说他喜欢你 还像你 你编证据 你不能实际 去 拿出证据 带着李小姐去警局 墨夕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欠我一个承诺 我要你现在救回 趁我还有耐心 说 我让你给我一笔钱 在国外给我买一栋别墅 让我送去国外 能使三个条件 我就从年死 亲手杀了他 疯狗 我被一个贱人害了这么多次 我想要他死 我恨他 墨夕 你也太相信他了吧 带走 放开我 放开 墨夕 冨夕 冨夕 你别睡了 你醒醒 初恕和墨夕一直都在等着你 你还欠我个孩子 等你醒了 以后我们好好生活 我错了 求你了 别错 我把明天的旧物送过来了 医生说 多和他讲一些过去的事情 有助于他的苏醒 我爱你 你今晚生日 感情一直在那里面的事情 往后再被骂一遍 她的东西 她可能好我也知道 我是不是那里面的 阿贝拒绝 我想 有疼 原来打听她多多多就会玩 没想到她突然梦死了 还好 原来一直都是你啊 我在看你啊 李子熙根本不爱梦熙 她居然跟别人在一起 她怎么能这样 今天我们 初音 原来一直都是你 我真的爱不碰你 水 初音 水 初音 是你说我吗 你醒了 初音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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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医生 您刚刚好像醒了 我看见她动了 恭喜啊 莫夫人应该是要苏醒了 醒醒 没事 没事 醒 医生 初音 你是要水是吗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醒了 我 我 要把你吵醒就算你嫌疼我 我也会说下你 你还是要爱你的样子 我爱你 春日 我以后不做好你的照片 你的爱呢 未来孩子都不妻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结婚吗 可是我们还能有以后吗 我只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没有那么容易原谅你的 你知道我等你疼得又多苦 我想想 不要 不要 怎么了 做噩梦了 做噩梦了是吗 能不能跟我说是梦见什么了 我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断断续续的 可是我找不到他 他想让我抱抱他 可是我一伸手 他就不见了 我周围全是一滩血水 遍地都是 你说 他是不是在怪我 他 他怨我没有保护好他 不是不是 不会的 不会 这件事要怨也是怨我 怨李子夕 怨楚风泽 你一直 你一直都在很努力地保护他 我没有保护好他 我没有 不管你 不管你 在床上躺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出来晒晒太阳了吧 沐昕 你 真的爱我吗 我当然爱你啊 我知道 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相信我 但是我会努力的 怎么样 喜欢这里吗 喜欢 怎么忽然想起来这里了 我看了你的日记 里面写了 你想和我 做的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愿不愿意 但是我想借 自己所有的能力 来满足你一切的愿望 让你不留遗憾 而且 这个地方 也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楚宁烟 今天保护费带了吗 我真的没有钱 你没钱 你不是储家的大小姐吗 就是 我真的没钱了 你不会是个私生子吧 我不是 喂 干嘛呢 你们干嘛呢这是 地上那个 过来 学姑 我靠边站着 快点 你是不是认识孟阳啊 到底没错 听着 这个人 以后你们 以后你们谁都不去 真的有很多回忆 你能原谅我吗 我已经原谅你了 好好休息 你今天 去客房睡吧 总睡沙发不好 没事 我在这陪着你 省得害怕 那你睡这儿吧 什么 没听见算了 那 我上来 我上来 别 我们有个孩子不好吗 我不想吃药 那就不吃 我做完做了措施 你不用吃药 我不放心 其实都换了好几次了 你也不用吃了 最后吃的都是饱太药 确定 但 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不可能当做不知道 谢谢你这段时间 帮我搭理厨师 明天开始 我要去上班 但你的身体 我没事 好吧 您好 您好 我来找你们厨总 请问有预约吗 预约 没有 那我们这边没有预约 是不可以上去的 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我来接他下班 接他下班 我劝您还是算了吧 我们厨总已经结婚了 不包养小白脸 问你个事啊 你们厨总 平时有很多人追吗 那当然了 有钱又好看 我都想追 好 好 我在你们公司楼下 前台说 必须预约咱们上去 好 我呢 是你们厨总的合法长 我们已经结婚三年了 还有 以后那些和他来表白的小白脸 一个都不准备 好 一个都不准备 记住了 到底是准备 记住了 我这都不准备 好 好 我看你过去 叫个妻子 好 你又想搞什么鬼 那么多人都不知道你结婚了 刚刚楼下还有人说要追你呢 我一个都没见 你是小孩子吗 这种醋都吃 我就醋醋我都不行了 你还在考察期 那考察期又不耽误结婚 再说了 那本来不就是我欠你的吗 那 好吧 定情信我 我特意找人照你做的 照我做的 但为什么我觉得他更像你呢 夫妻像啊 我感觉也是 真好 亲爱的咱们觉得这件婚纱合身吗 亲爱的咱们觉得这件婚纱合身吗 那就这件 那就这件 终于见到你穿空杀的孩子了 终于见到你穿空杀的孩子了 我气息的信息 有微光 这是你又套一遍 新娘 特别好 看我这儿笑着 准备好了吗 我解不掉你 想解不了呼吸 可见 OK 笑一笑 来 开始 这娘 好 主念 主念 你没事吧 你没事 你就是有点低血 我们必须去医院检查一下 你看看你这几年 睡得那么少 还老我了 这样下去你身体受不了了 可这边 没事 我们明天再来 我明天还有会 是身体重要 还是开会重要 好吧 我爱你 我爱你